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下午的時份 一班親中的團體在元朗遊行 試圖來散改歷史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參加遊行的包括中華傳統文化交流會 和珍惜群組等等 一班自稱是熱愛香港的元朗居民 在今天下午兩點的時份 在元朗西鐵站的巴士總站那裡 遊行前往元朗警署 他們聲稱要與警方集體報案 要舉報的人 就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這班人說到 沒有林卓廷帶隊入元朗的話 就不會發生721元朗西鐵站的襲擊事件 要求警方將林卓廷承之於法 他們的口號是甚麼呢 沒有林卓廷 就沒有721 這個很明顯就是對於歷史的散改 我們再看看到底出席這些遊行的人士 他們怎樣詮釋和演繹 這個721事件 看看他們到底經過散改的版本 又是怎樣 那些人說到 721當晚 大批市民身穿白色衣服 自發去到鳳遊北街 即是雞地的樹 到了10點的時候 有參與市民 就已經開始回家睡覺了 突然之間 林卓廷就帶著 整班人去到西鐵站的樹 剩下的白衣居民 立即衝上元朗站 希望保護到元朗站 在閘外邊站在那裏 希望那些黑衣人就不要衝出來 這個人說到 即使林卓廷以粗言畏語挑釁 但是白衣人就不為所動 只不過 當那些黑衣人開始用消防喉的水 遼時鬥飛 就導致這個衝突馬上展開了 原來他們對於這個721事件 那個的演繹和詮釋 是這麼荒謬的 即是往往把林卓廷變成了罪夫會禍首 當成了恥作俑者 但是歷史的事實 哪都是這樣 我們一定要指出這班人到底有什麼謬誤 他們所編造的這個故事 到底有什麼破綻 絕對不能被這些錯誤的訊息 和經過篡改的歷史 在社會當中傳播 實際這班親中團體都是非常聰明的 特地搞一個遊行 就大致標題說到沒有林卓廷就沒有721 本來這些故事 只不過在藍絲群組當中不停流傳 即是以訛傳訛 試圖來鞏固自己有對於721事件的看法 現在他們就不停走出來散播 試圖 將經散改的歷史 放上台面 然後用遊行的形式散播 很簡單 今天很多媒體 都已經反覆報導他們的口號 以及經過散改的事實 所以他們在這方面非常聰明 此外為什麼一定要指出這班人的謀誤呢 就是要避免一個所謂曼德拉的效應 在社會上出現 什麼叫曼德拉的效應 就是一些毫無根據的陰謀論 變成了大眾對歷史事件的錯誤記憶 因此絕對有必要 踢爆他們說謊 編造出來的故事 究竟有什麼破綻 首先來說 他們所編造的故事實在是太粗疏了 只有 林卓廷帶隊去元朗 這一幕 對於 721事件整個前因後果完全忽略了 只有一個場景 721事件 有很多元素聚集起來 才令這件事件挑戰人民的 道德 人性和良知的底線 使得很多人真是民意逆轉 由淺藍和中立 變成黃 到底這件事件 是否只有元朗站這一幕 當然不是 在當日傍晚的時分 至少有幾百人手持著藤條 在雞地那裡聚集 期間更加有三輛警車經過 只不過 這些警車完全沒有對於 這些白衣人作出任何的折查 當時不見他們搞大圍報 擺明 就是放水了 而且在這段期間 有人走去打999報警 只不過報案中心就跟人家說 怕就不要出街 大家這些全部都是歷歷在目 元朗警署和天水懷警署 分別都是特地下閘 不讓市民走進去報案 你的故事完全沒有提到這些 而且有多名根本沒有參加到當日示威的普通市民 走過雞地的時候 就遭到聚集起來的白衣人的襲擊 其中一名就是在營點商場工作的廚師 他走過這個雞地露天停車場的時候 遭到這群白衣人的暴徒追打 而且用藤條fit背 繼而被亂棍為偶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那張相片 有一名路過的男子 背部傷痕累累 有記者就拍下了 這張相片簡直就是歷歷在目 這件事是由林卓廷帶隊 林卓廷那時根本還沒到場 那群白衣人已經全都聚集起來了 所以你這個故事根本說不通 還有就是 你這個假故事 完全沒有提及到何君堯大博士的角色 當時他在現場做什麼 10點24分的時候 在鳳猶北街 何君堯大議員 就跟多名身穿白衣的男子一起 而且就握手 合照 當時何大議員就舉起了帽子 就說辛苦你了 你們是我的英雄 喂 這些為什麼不提 只是提 林卓廷為什麼不提 何君堯在這件事件上有個角色 對不對 還有就是 你這個故事就是 完全刪去了那兩名巡警 在元朗西鐵站的天橋 調頭走的那一幕 是不是 為什麼你刻意不提 你既然說這場事件是打鬥 那麼那兩個警察到底有什麼角色 為什麼可以走走去 開槍 好像西灣河的交通景 開槍 好像荃灣的警察 近距離對著一個十多歲的小孩 開槍 是不是 人家拿著那支膠的水管 你也開槍了 這些立了鐵通 立了藤條 立了木棍 為什麼可以不開槍 是不是 為什麼你不提 你的故事這麼廢 為什麼是 剛剛 你要交代得更加清楚更加詳細 作個故事出來這麼鬼都破綻 就想擺上台面困人 一群殺案 好了 還有 他的故事就完全沒有那個後果 是不是 當那幫警察39分鐘以後 去到元朗西鐵站的時候 竟然間 白衣人在一分鐘之前 就全部散了水 又不提過這一幕 是不是 散水也不要緊 到了凌晨的時候 你那幫警察就去到南邊圍村 是不是 當時整群白衣人聚集 為什麼你這個故事看不看 好像沒有發生過 是不是 那時候就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那些白衣人依然 拿著一些木棍和鐵通的物體 在那條村的附近的範圍 在遊蕩 是不是 然後警察就對著你這群白衣人 搭了肩膀言談甚歡 到最後到凌晨5點的時候 這個游蕩強大警司竟然間就出來說 說看不到有任何人持有攻擊性武器 這樣才使得市民那麼反感 就開始質疑 到底你是否警黑合作呢 那個指控就是這樣來的 你把一個故事出來 打算散改歷史 前因又沒有後果又沒有 只有一幕就說林卓廷帶隊去 林卓廷當時有誰帶隊去 是不是 他只不過是去到西鐵站了解情況 他也給你打一份 還有就是經過他們散改歷史的版本 完全沒有提述到一件事 就是那些白衣人怎樣在車站的售票大堂 一直追打市民去到月台 然後衝入車廂 無差別襲擊 為何這些全部都不提 這些是一句不提的 你作個故事出來 好心你是完整一點 但這反映出一件事 就是721根本就是這班人 沒辦法拆解得到的死穴 是不是 這個真真正正就是民意的轉捏點 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想辦法出來 想散改這段歷史 大家記得早前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他自己也走出來說過 大家就要向前走 不要再糾纏在721事件的說法 強調就要維持香港向前發展 要維持穩定 要優化和做好現時的工作 已經是提水了 正正就是721事件 是他們的死穴 所以就要向前看 跟641一樣 不要提 當然他們搞這些故事出來 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 相對封閉的社會 配合官媒的文宣 可能會有效 但在目前香港 還有死感半決的新聞自由 和資訊自由流通的情況下 他們要得逞 是相當困難 但他們想嘗試散改歷史 我們市民也有責任 將歷史的真相 再一次說出來 不要讓他們這種方法得逞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